三十世家,三亡世家,大司马陈祸去病昌死在拜上书皇帝陛下,承蒙陛下错爱,让陈祸去病能在军中供职。 本应专心思考边防事务,即使战死荒野也无法报答陛下,现在我竟然胆敢讨论其他事来打扰陛下。 我这样做,实在是因为看到陛下为天下是忧劳,因哀怜百姓忘了自己,减少了时善音乐,裁剪了狼缘。 皇子们赖天保佑,长大成人,以能行驱败之礼,但至今未封号位设师父官,陛下千功礼让,却不怜悯骨肉之情。 群臣私下都希望早日予以封号,但不敢悦之尽奏。 我不胜拳马之心,冒死尚书禁言,希望陛下命有私,趁剩下吉日早定皇子之位。 希望陛下见察,或去病昌死再拜尽奏皇帝陛下三月以害日,御使臣霍光兼尚书令上奏魏阳公。 皇帝下诏道,下交御使办理元寿六年前117,三月勿深朔日,以害,御使霍光兼尚书令左右成飞。 下批给御使的文书道达,说,丞相陈庄轻敌,御使大夫臣张汤,太长陈赵冲,太行令臣李希。 太子少父并兼宗正职务臣人安昌死上奏,大司马或去病上书说, 承蒙陛下错哀,让臣或去病能在军中供职。 本应专心思考边防事务,即使战死荒野也无法报答陛下,现在我竟然胆敢讨论其他事来打扰陛下。 我这样做,实在是因为看到陛下为天下是忧劳,因哀怜百姓忘了自己,减少了时善音乐,裁剪了狼缘。 皇子们赖天保佑,长大成人,以能行驱败之礼,但至今未封号位设师父官,陛下千功礼让,却不怜悯骨肉之情。 群臣私下都希望早日予以封号,但不敢阅之晋奏。 我不胜全马之心,冒死尚书禁言,希望陛下命有私,趁剩下即日早定皇子之位。 希望陛下见察,或去病昌死再拜晋奏皇帝陛下皇帝下诏道,交下御史办理陈锦宇中二千石,二千石陈公孙赫等商议,古来分地立国。 同时建立诸侯国以尊奉天子,这是尊崇宗庙,重视社稷的原因。 现在陈或去病尚书,不忘其职责,用以宣扬皇恩,称道天子谦让自贬。 为天下是烦劳,思虑皇子未封好位。 陈庄清敌,陈张汤等应奉一尊执,却愚昧没有想到此事。 如今正是盛下即时,陈庄清敌,陈张汤等貌似请立皇子陈留红。 陈留旦,陈留须为诸侯王。 貌似请求确定所封给他们的国名皇帝下诏世道,听说周朝分封八百诸侯。 所有畸性并列,有子爵、男爵、附庸。 礼记说,只子不得奉祭宗庙,你们说并建诸侯国用来重设计,我没听说过。 再说上天并不是为君王而降生百姓。 我德行浅薄,海内上下未能协和,却勉强使为习教义的皇子做诸侯王。 那么大臣对他能起什么劝勉作用? 应重新讨论,以列侯封赐他们三月禀子日诱奏魏阳公,乘向陈清敌。 御史大夫陈张汤冒死近见,陈锦与列侯陈英齐,中二千十二千十陈公孙贺,建议大夫博士陈安等商议说。 我们听说周朝分封八百诸侯,姬姓并列,来奉仕天子。 康书凭借其祖父和父亲而显贵,薄秦凭借周公授封,他们都是建国的诸侯,以父乡为辅佐。 百官遵奉法令,各守其职,国家的统系便完备无缺了。 我们私下认为并建诸侯之国之所以能重设计的原因, 是因为天下诸侯各按他的职责向天子朝贡奉祭。 知子不得奉祭宗祖,这是礼制所规定的。 封建诸侯,使他们守住藩国,帝王就能借此福德施化。 陛下奉承天意统辖天下,光大先生的遗业,遵贤礼事,圣公显赫,扶持兴起即将灭绝之国。 使萧和的后代继续授封在琐义,包扬公孙红等群臣。 昭氏六亲的尊卑之序,表明上天施语之属, 使诸侯王封君能够推思恩分给子弟护义,赐号尊建一百多个诸侯王。 然而却以皇子为列侯,这就尊卑相逾越,列位施序, 不能将基业传给子孙万代。 臣等请求立陈流红、陈流淡、陈流须为诸侯王三月秉子日, 禁奏魏阳公。 皇帝下诏批示道, 康书有十个兄弟而独被尊贵的原因, 是包扬有德之人。 昭公被特许在郊外祭祀天神, 所以鲁国有白色公畜、赤色牛的祭生。 其他公吼用毛色不纯的祭生, 这是贤者和不孝者的差别。 崇高的道德令人仰慕, 正大光明的行为令人向往, 我对他们很敬仰。 以此来压抑魏承德的皇子, 封他们为列侯就可以了。 四月五吟日, 晋奏魏阳公, 丞相陈清狄, 御史大夫陈张汤冒死建言。 陈清狄等与诸魏列侯, 二千十级官吏, 建大夫、博士陈清等商议, 冒死奏请立皇子为诸侯王。 皇帝命道, 康书有十个兄弟而独被尊贵的原因, 是包养有的之人。 周公被特许在郊外祭祀天神, 所以鲁国有白色公畜、赤色牛的祭生。 其他公吼用毛色不纯的祭生, 这是贤者和不孝者的差别。 崇高的道德令人仰慕, 正大光明的行为令人向往, 我对他们很敬仰。 以此来压抑魏成德的皇子, 封他们为猎吼就可以了。 陈清狄、陈张汤、 博士陈将行等听说康书兄弟有识人, 武王继位, 周公辅佐称王。 其他八人都因为祖父和父亲的尊贵建为大国。 康书年幼, 周公在三公之位, 而博秦在鲁丰国, 那是因为封决位时还没成年。 后来康书赶指陆父之难, 博秦消灭怀疑之乱。 从前五帝各有不同的体制, 周朝有五等决位, 春秋只有三等决位, 都是根据时代不同而安排尊卑之序。 高皇帝拨乱反正, 昭示智德, 安定海内, 分封诸侯, 爵位分为二等。 皇子有的尚在强宝之中, 也立为诸侯王, 以成绩天子, 作为万事的法则, 不可改变。 皇帝功行仁义, 亲波圣德, 文治武功互相配合。 张扬慈爱孝亲的德行, 广拓尽贤为能的道路。 对内包扬有德行之人, 对外讨伐强暴之贼。 北临汉海, 西智悦之, 萨之, 匈奴, 西域, 取国供奉效法。 车鱼兵械的费用, 不向百姓府。 晋朝中府库所藏奖赏将士, 开启宫进的仓库镇级平民, 数足减少一半。 百蛮夷迪迪的军长, 吴不闻封项母, 承受汉朝的教化, 屈首称赞。 远方异域, 不辞辗转翻译, 前来朝拜, 圣上恩泽遍及边缘地方。 所以四方真秦异寿不断送来, 加喝弥谷丰收, 天道感应甚为张助。 如今诸侯之子都封为诸侯王, 而皇子却赐封列侯, 陈清狄, 陈张汤等私下反复商议。 都认为尊卑师序, 使天下百姓失望, 这是不可以的。 陈请求立陈流红, 陈流淡, 陈流须为诸侯王。 四月鬼魏日, 晋奏魏央宫, 奏章留在宫中, 没有批示下达。 丞相陈清狄, 太仆陈公孙贺, 行御史大夫是太长臣赵冲。 太子少父陈仁安行踪正事, 昌死尽言, 陈清狄等以前晋奏大司马臣, 或去病尚书说, 皇子未有封号王位, 陈今与御史大夫陈张汤, 中二千十, 二千十建议大夫, 博士陈庆等昌死, 请立皇子陈流红为诸侯王。 陛下谦让自己的文治武功, 则己甚恳切, 谈到皇子为习教义。 群臣的建议, 儒者都称扬其说, 有时却服逆其心。 陛下坚决推辞, 不与同意, 只许封皇子为列侯。 陈清狄等私下与列侯臣销寿成等二十七人商议, 都认为尊卑时序。 高皇帝创建天下, 为汉太祖封子孙魏王, 扩大知府势力。 不改先帝的法则, 用以显章先帝至尊。 陈请求陛下令使官选择吉日, 开列礼仪奉上, 令御史承上地图, 其他都照以前旧力皇上下诏批示道, 可以四月秉身日, 禁奏魏央公。 太仆臣公孙贺代理御史大夫官职昌死近言, 太常臣赵冲说, 通过占卜得知四月二十八日已时, 可以立诸侯王。 陈昌死进城地图, 请给所立封国命名。 关于仪式另行上奏, 陈昌死请求皇上下诏批示道, 立皇子刘洪为齐王, 刘弹为燕王, 刘须为广陵王, 四月丁有日, 禁奏魏央公。 元寿六年前117四月初一, 雾银到鬼卯日, 御史大夫张汤下达丞相。 丞相下达中二千十级官员, 二千十级官员下达郡太守, 诸侯乡, 成书从事下达有关办事人员。 按照命令行事, 元寿六年前117四月以四日, 皇帝使御史大夫张汤告妙立皇子刘洪为齐王。 圣旨道, 呜呼, 儿子刘洪接受这包青涩涉土, 我继承祖先之地业, 根据先王之志封你国家, 封在东方, 世代为汉翻离腐尘。 呜呼, 你要念此无望, 要敬受我的诏令, 要想到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, 人能爱好善德, 才能昭显光明。 若不图得意, 就会使腐尘懈怠, 竭尽你的心力, 真心实意地支持忠正之道, 就能永保天路。 如有邪取不善, 就会伤害你的国家, 伤害你自身。 呜呼, 保护国家, 养护人民, 能不敬慎吗? 齐王, 你一定要戒慎, 以上是齐王的测文。 元寿六年前117四月以四日, 皇帝使御大夫张汤告妙立皇子刘弹为燕王。 圣旨道, 呜呼, 儿子刘弹, 接受这包黑色射徒, 我继承祖先之地业, 根据先王之志, 封你国家。 封在北方, 世代为藩离辅尘。 呜呼, 昏Xen, 薰州Y, 遇是有虐待老人的禽兽之心, 到处侵略掠夺, 加以奸杀边民。 呜呼, 我命大将率军网征其罪, 他们的万夫头领, 千夫头领, 共有三十二帅都来归降, 掩其息骨而逃。 昏州迁于墨北, 北方因此安定。 竭尽你的心力, 不要与人结怨, 不要做败德之事, 不要废弃武备。 市民未经教习, 不得从军出征。 呜呼, 保护国家, 养护人民, 能不敬慎吗? 燕王, 你一定要戒慎, 以上是燕王的策文。 元寿六年前一百一十七四月以四日, 皇帝史玉史大夫张汤告庙立皇子刘须为广陵王。 圣旨道, 呜呼, 儿子刘须, 接受这包红色涉土。 我继承祖先之地业, 根据先王之志, 封你国家。 封在南方, 世代为汉, 翻离府尘。 古人有盐, 大江以南, 五湖之间, 这一带的人轻浮。 扬州是保卫中原的边疆, 三代时为王积外围之地, 但政教不能到达呜呼, 竭尽你的心力, 要小心戒慎, 百姓才会柔顺。 不要同盟无知, 不要好意乐, 驰骋游猎, 不要接近小人, 一切要按法则行事。 尚书上说, 臣子不对百姓作为作福, 就不会有后辱呜呼, 保护国家, 养护人民, 能不敬慎吗? 广陵王你一定要戒慎, 以上是广陵王的策文。 太史公说, 古人有句话说, 爱他就希望他富有, 亲他就希望他尊贵, 所以君王列土建国, 分封子弟, 用来包扬亲属, 分续骨肉。 尊崇祖先, 显贵同族, 使同性之人散步于天下。 因此国势必然强大, 王势必然安定。 从古到今, 由来已久了, 历代没有什么不同, 所以不必论述, 燕王齐王授封之事, 不值得采写。 然而锋利三王, 天子千功礼让, 群臣坚守道义, 文词灿然赵人, 很值得观赏, 因此将此附在世家里。 楚少孙先生说, 我很幸运能凭借文学成为侍郎, 喜欢阅览太史宫的列传。 传中称道三王世家文词可观, 但寻找三王世家始终没有得到。 私下在喜欢旧事的长者那里, 取得他们所保存的封册书, 把其中的有关事迹编写出来, 以便传下去, 使后世之人能知道贤主的旨意。 听说孝武帝的时候, 同一天拜封三子为王, 封一个皇子在齐, 一个皇子在广陵, 一个皇子在燕。 各自按皇子财力智能, 及土地的贫瘠和肥沃, 人民的轻浮和庄重, 为之作策文来告诫他们, 世代为汉的藩属辅尘, 保护国家, 养护人民, 能不敬慎吗? 诸王一定要戒慎, 一个贤明的国君的所作所为, 本来就不是孤陋寡闻之人所能理解的, 如果不是博文强计。 君子是不能透彻理解他的深意的, 至于诏书的次序分段, 语言的上下行文, 册文的参差长短, 都有深意, 别人是不能理解的。 仅论定编辞这些本稿诏书, 编列余下, 使读者能自己通解他的宗旨。 王夫人是赵国人, 与魏夫人同寿五帝的宠幸, 并且生了刘洪。 刘洪将立为王时, 他的母亲生病, 五帝亲自前去探问, 问道, 儿子应当封王, 你希望把他封在什么地方? 王夫人说, 有陛下在, 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? 五帝说, 虽然如此, 就你的愿望来说, 想封他到什么地方为王? 王夫人说, 希望封在洛阳。 五帝说, 洛阳有五库粮仓, 是天下要冲之地, 是汉朝的大都城。 从先帝以来, 没有一个皇子封在洛阳为王的。 除了洛阳, 其他地方都可以, 王夫人没有作声。 五帝说, 关东的国家, 没有比齐国更大的。 齐国东边靠海, 而且城郭大, 古时只临栽费城, 就有十万户。 天下肥沃的土地, 没有比齐国更多的了。 王夫人移手激头, 感谢道, 太好了, 后来王夫人病故, 五帝很哀痛, 派使者去祭拜道, 皇帝仅派使者太中代父名捧着碧玉一块。 赐封夫人为齐王太后, 皇子柳, 红为齐王, 年纪小, 没有儿子, 立王以后, 不幸早死, 封国废绝, 变为郡。 世人说, 齐得不宜封王。 所谓授此土的意思, 即诸侯王开始授封时, 一定授土于天子祭祀土神的地方, 回到封国再建立自己的国舍, 每年祭祀他。 春秋大传记载, 天子之国有太舍, 东方为青色, 南方为赤色, 西方为白色, 北方为黑色, 中央为黄色, 所以将分封于东方的取青土, 分封于南方的的取赤土, 分封于西方的取白土, 分封于北方的取黑土, 分封于中央经济的取黄土, 各取自己的色土, 用白茅草包裹起来, 封好以后以之为赦, 这就是最初受封于天子的情形, 这叫做主土, 对于主土, 要建立社坛祭祀祂, 镇成祖考的意思, 祖是祖先, 考是先父, 为姬谷的意思, 为是蠢夺, 是考虑, 即是应当, 即应当顺从古人之道的意思, 其得的人多变奸诈, 不通礼意, 所以天子告诫其王说, 净受朕的诏令, 要想到天命是固定不变的, 人能爱好善德, 才能昭显光明, 若不图道义, 则使俯臣懈怠, 竭尽你的心力, 真心实意地支持中正之道, 就能永保天路, 如有携取不善, 就会伤害你的国家, 伤害你自身其王到了封国, 左右大臣能以礼意为细护持, 不幸其王中年夭折, 然而他一生无过失, 遵照了给他的策文之意, 古书上说, 垫定清, 从兰草中提取, 而颜色比兰草更轻, 指的是教化使之如此, 富有远见的贤主, 有独到的真知灼见, 警戒其王对内要谨慎, 警戒燕王不要与人结怨, 不要做败德之事, 警戒广陵王对外要谨慎, 不要作威作福, 广陵在无悦之地, 这个地方的人精明而轻浮, 所以天子告诫广陵王说, 江湖之间, 这一代的人轻浮, 扬州是保卫中原的边疆, 三代知识迫使他们随从中原风俗服侍, 但政教不大达道, 只能用心意来驾驭罢了, 不要同盟无知, 不要贪图安逸, 不要接近小人, 一切要按照法则行事, 不要好意乐驰骋游猎过度安乐, 而接近小人, 经常想到法度, 就不会有羞辱之事了, 三江, 五湖一带有余言的收益, 铜山的财富是天下人所羡慕的, 所以天子告诫说臣不作福, 其用意是说不要滥用财货钱币, 赏赐过分, 以此来树立生藤, 使四方之人前来归附, 又说臣不作为的用意, 是不让他利用当地人的轻浮而背弃礼仪, 适逢孝武帝去世, 孝昭帝继位, 对前朝广陵王刘虚, 多多次赏金钱财物, 价值三千多万, 增加封帝百里, 十亿万户, 又适逢昭帝去世, 宣帝出即位, 因骨肉恩情, 施行道义, 在本使元年前73中, 割裂汉帝, 全用来分封广陵王刘虚的四个儿子, 一个封为朝阳侯, 一个封为平曲侯, 一个封为南利侯, 最受宠爱的小儿子刘虹, 立为高密王, 后来刘虚果然作威作福, 派使者勾结楚王, 楚王扬言说, 我的祖先元王是高祖的小弟弟, 封有三十二成, 现在封地成义越来越少, 我要与广陵王共同起兵, 拥立广陵王为皇上, 恢复当年元王封给我楚王的三十二成, 像元王时一样这件事被发掘, 宫卿官司请求执行诸法, 天子因骨肉之情, 不忍心对刘虚执法, 下诏书不处置广陵王, 只诛杀了恶首楚王, 古书上说, 棚草生长在麻中, 不必扶持自然挺直, 白沙处在污泥中, 与污泥同黑, 就是说环境影响使他们变成这样, 此后刘虚又其神将殃祸谋划反叛, 结果事发自杀, 封国被废除, 燕国的土地贫瘠, 北晋匈母, 这一代的人勇敢但缺少谋略, 所以天子告诫燕王说, 昏州是没有孝行而有禽兽之心, 以盗窃侵犯边民为事, 这命将军网征其罪, 统帅万人的将官, 统帅千人的将官, 三十二个军长都来归降, 掩其息骨而逃, 昏州是远涉他处, 北方因此安定, 息若心, 无作愿的用意, 是不让他随从当地习俗而产生怨恨, 无费得的用意, 是不让燕王背弃恩德, 无费背的用意, 是不要削减军备, 而要经常防备匈奴, 非教士不得从征的用意, 是说凡不惜礼仪之事, 不得赵之身边使用, 正逢五帝年老, 而太子不幸早亡, 还没有再立太子, 刘旦派使者前来上书, 请求到长安来担任皇上的宿位, 五帝看到他的信, 扔到地上, 发怒说, 生子应当把他放到齐鲁礼仪之地, 竟将他放在燕赵之地, 他果然有争夺之心, 不谦让的端倪表现出来了于是, 孝五帝派人在宫阙之下, 斩杀了刘旦的使者, 适逢五帝驾崩, 昭帝新登位, 刘旦果然生怨而则恨义士大臣, 刘旦自以为年长应该立为皇帝, 与其王之子刘泽等人图谋叛乱, 扬言说, 我哪里能让弟弟在, 如今登位的是大将军的儿子, 想要发兵, 事情被发掘, 依法应该处死, 昭帝本于骨肉恩情予以宽容, 就把这件案子压下来不让张扬, 宫卿派大臣请求皇帝处理, 朝廷派遣宗正与太宗大夫公户满意, 两个御使, 一起到燕国去, 规劝燕王, 到了燕国, 各在不同的时间, 轮流去会见并责问燕王, 宗正是执掌刘氏皇族户籍的, 首先会见燕王, 给他列举昭帝, 确实是武帝儿子的事实, 之后是御使再去见燕王, 用国法责备他, 问道, 燕王你欲要起兵造反, 罪状甚明, 应当办罪, 汉朝有大法, 诸王只要犯下一点而小罪过, 就得依法判处, 怎能宽恕大王你用法律条文, 使他恐惧震动, 燕王情绪逐渐低落, 心理恐惧, 宫户满意, 熟悉如经一礼, 最后会见燕王, 引述古今道义, 国家大礼, 言辞华美, 欲礼装正, 对燕王说, 古来天子, 在朝内必有异性大夫, 这是用来匡政王族子弟的, 在朝外有同姓大夫, 用来匡政姓诸侯, 周公辅佐成王, 诸杀了他两个弟弟, 所以天下太平, 五帝在时, 还能宽容大王, 现今昭帝刚继位, 年幼, 春秋正赋, 尚未亲自执政, 一切大权委任大臣, 古来诸杀惩罚, 不贬坦内亲外妻, 所以天下太平, 现在大臣辅佐政事, 奉行法律, 率直办事, 不敢有所贬坦, 恐怕不能宽恕你燕王, 大王可要自己谨慎, 不要使自己身死国灭, 被天下人耻笑, 这是燕王刘旦, 才恐惧认罪, 叩头认错, 大臣们想使他们骨肉和好, 不忍用法律制裁他, 后来刘旦又与左将军上官杰等谋反, 扬言说我的年龄赐于太子, 太子不在了, 我应当继位, 可是大臣们共同压制我等等, 大将军霍光辅政, 与宫卿大臣们商议道, 燕王刘旦不改过归正, 仍旧像以前一样作恶多端, 于是他按法直接处理此事, 将行诛杀惩罚, 刘旦自杀, 封国被废, 正如给他的册文所指出的, 有关官员请求处死刘旦的妻子和儿女, 昭帝因为他们是骨肉之亲, 不忍执法, 宽赦了刘旦的妻子儿女, 萧为平民, 古籍说蓝根和白纸, 把他浸泡在臭水里, 君子就不会再接近他们, 平民也不再佩戴他, 这是环境使他们如此的, 宣帝新登位, 广推恩泽, 弘扬德化, 在本使元年, 前73年中, 又都赐封燕王刘旦的两个儿子, 一个儿子封为安定侯, 把燕王原来的太子刘建封为广阳王, 让他成奉燕王的祭祀, 三王封戏就是滥然, 楚氏后补, 侧书存焉, 去并建议, 轻敌上延, 天子冲义, 志在极险, 太长距离, 请立齐宴, 红国赴海, 但涉为选, 萧仁布尔, 昏舟远边, 冥在监界, 是房绝迁。